偶像们被调教的大气不敢喘 终于有人站出来整顿内鱼了 这一代的年轻演员 很多都没法看 耍大牌 吃不了苦头的更是数不胜数 调步的威亚 挨不了真打 最晚来最早溜 即使 他们身边站着的是成龙大哥 如此种种 真令人啼笑皆非 好在在综艺 无限超越班里 耳东生亲自下场收拾了这帮年轻人 经历了耳岛的一番言传身教后 这些年轻演员不敢作妖了 大牌 不敢耍了 大气 不敢出了 演戏 不敢糊弄了 耳东生导演 又是如何整治这帮年轻人的呢 总体分为四个部分 一 和你一身豆浆 连招呼都不打 得不K位 必有栽殃 在演艺圈里 得指的不仅是良心 还只对行业规矩的恪守 所以 耳东生就给年轻演员 上了一节艺德课 先是安排年轻演员们 去横电体验一天勤演的生活 要知道 横跳们的肉身能在泥潭里打滚 吃苦耐劳的毅力不是一般人可比拟 但这些年轻艺人们 似乎还挂念着自己的演员身份 有粉丝捧着 有团队伺候着 来到现场时 他们不约而同 都配备了大尺寸行李箱 耳东生看到这一幕时 顿时一漏 直言 你们是来当群演的 不是来当男艺女医的 剑导演如此火气 演员们不敢反驳 赶紧随身附和 紧接着 他们被要求打开行李箱 展示一下都带了些什么 真可谓有备而来 各种各样的化妆包 威亚衣 暖宝宝 耳东生让他们 把必要的东西收拾出来 只能带一个背包 还未尽影视成 这些年轻演员的气焰已被灭了一半 更严厉的 还在后头 距离开拍仅剩十分钟时 这群演员的思绪还飘在离恨天 这些年轻演员似乎习惯了大排驾到 他们现身说法 印证成龙所言非虚 导演早已到现场 他们却姗姗而来 如此 自然也免不了耳东生一顿训斥 演员们在片场分配到的角色 是古代琉璃师所的平民 但他们除了穿一身粗布麻衣 看起来依旧光鲜亮丽 耳东生健壮 随即送上一团烂泥 一条清水 一条豆浆 猝不及防 一个招呼都不打 便往他们身上甩了上去 此举是要让他们明白 既是来当群演 就要卸掉包袱 一视同仁 别怕邋遢 别怕样子不好看 如果前面这些 是耳东生想通过小细节 教会他们何为敬业 那么接下来这一段 则是用言传身教 教他们何为共情 何为众生平等 体验完群演生活之后 大家齐坐一堂 分享对于横飘这一群体的看法 耳东生提到 自己会在剧组给群演配帐篷和吃饭的桌子 顺势提出职业部分贵贱 提醒他们别因为粉丝多 咖位大 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又提及自己受到成龙的触动 从拒绝和引到学会施与别人温暖 但愿这一番肺腑之言 在场这些一脸乖学生样的年轻演员们是真的听到了心里 二 做演员 还是当爱豆 给我二选一 老一辈的艺人多半务实 在他们看来 演员就是一份职业 不是光环 他们第一面头就是要把戏拍好 相比之下 年轻演员们身上总有种迷茫感 爱豆出身的 什么都想要 又想唱跳 又想演戏 今天说可以为舞台献出生命 明天就能说身为演员要有信念感 于是 让这批年轻演员正面 也成了尔东生在无限超越班里的任务 爱豆出身的周科宇 做完自我介绍以后 尔东生就让他在演员和唱跳之间 做极限二选一 爱豆的回答挺圆滑 目前是演员 因为唱跳这一个梦想完成了 可以追逐下一个梦想了 尔东生继续发难 谈过恋爱吗 粉丝能不能接受拍吻戏 周科宇回答 我的粉丝会介意 虽然如实回答了 但也难免有放不下爱豆身份 演戏还讨好粉丝之嫌 尔东生这两个问题极为犀利 直戳许多爱豆技要 又要的贪心 也成为节目一大爆点 接下来 吴振宇延续这个问题输出金句 张可一也给出了劝勉 核心意思都是 你既然选择了演戏 就别挂念着当爱豆时的红利 另一个遭到尔东生严厉整顿 的年轻演员叫范士奇 节目中有一个环节 是前辈演员带领年轻演员 重演TVB的经典剧集 车保罗选人的时候 无人回应 便向范士奇抛出了橄榄枝 范士奇借口想尝试别的机会 三番两次推辞 尔东生看出来 他只是想似鸡抱热门导师的大腿 出演更热门剧目 他直接让范士奇别想太多 第一 你想要的机会你未必能得到 第二 机会不分高低 都是机会 但最终 范士奇还是拒绝了 车保罗和尔东生的规劝 这次未能成功打压范士奇的气焰 下次继续 节目进展到后来 范士奇如愿出演了 自己的想要演的剧目 但意料之中 演得不咋地 在对演技进行分析后 尔东生再一次指出了他的问题所在 眼神之中只有焦 没有傲气 话外之音就是让他改改自以为是的习惯 别再演高手低 虽然是言诗模样 但尔东生并不刻薄 节目第一期 沈月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社交恐惧症发作 紧张的浑身颤抖 尔东生出于好心给了他第二次展示的机会 让他表演不可一世的模样 沈月一开始演得有模有样 到了最后 还是因为紧张眼砸了 但尔东生不仅表示理解 还带动现场其他导师给他鼓励 演完第一出剧目后 沈月在点评环节里仍然是一副战战兢兢 喧而欲气的模样 观察到之后 尔东生不再给予耐心 寻寻善幼有之 痛斥喝则有之 获得尔东生恩威病师指引格除了沈月 还有赵英子 自我介绍时 他把网友给他的称号迪密梦渣摆在了PPT里 自称自己的颜值和他们相当 感到很幸运 尔东生当场扯下了赵英子的遮羞布 指出问题所在 网友不是夸你 是在损你 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后 赵英子果然遭到了全网的冷嘲热讽 尔东生却给了他一条生路 在出演完剧目之后 尔东生让他重新介绍一下自己 这一次 赵英子诚诚恳恳地说 我是演员赵英子 为自己证明的表现 获得了现场导师和观众的掌声 四 戏该怎么演 我给你一拳作为演技节目的导师 不仅要教作人 更要教演技 身为导演 尔东生在调教演员这方面经验老道 沈月和范士奇在演对手戏的时候 忽视了机位 镜头捕捉不到他们的脸蛋 尔东生也给出了提醒 体验做群演的时候 周杰琼和沈月被分配到了包牙妹的角色 道具不合适 容易掉落 而且横荡在口腔 阻碍发音 影响念台词 临开拍前 两人还在磨磨蹭蹭调试道具 尔东生随即杀到现场 看尔东生当时的表情 已经是忍无可忍 可当看到两位演员 是在为拍戏做充足准备时 尔道又把脾气压了下来 他先是让他们解放天性 演喜剧 别怕半丑 再是打消他们无法念台词的顾虑 告诉他们可以靠后期配音 如此一来 两位女演员才肯放心大胆地走到片场 徐卫周眼被枪击身亡 始终演不出贴切的感觉 关键时刻 尔东生出马了 他直接上手给了徐卫周一拳 让他感受一下胸部受重击的感受 经此提点 徐卫周毛色顿开 接下来 一变过 老戏谷整顿内鱼 是无限超越班最大的看点 戏谷与年轻演员之间的矛盾 就成为了不可避免 戏谷导演对于演戏的赤诚 难免会引起一些人不满 果不其然 已有不少年轻艺人的粉丝 把尔东生和一众导师的教会 评价为刻薄 粉丝不领情 不知年轻艺人们是否能有觉悟 只希望 尔东生导演以及其他老戏谷的 肯切 专业 人善的教导 他们真的听进去了 你怎么看待老戏谷整顿内鱼 这一现象呢 你有没有什么关系的